美国的行政那一边,就是白宫那一边,组成一个委员会 其实过去几届我们就发现就是行政那一边反而就没什么大的参与 主要都是两院所执行的,有大概十个议员左右 然后就还有一堆的协助,就是那些政座等等的人 他们有很多是中国专家来的,中国、香港专家 他们就会对议员提供一些所需要的资料 然后就回到议会里推行一个中国或者香港的政策 所以通常如果是国会那些对中国或者香港是有关系的议案 而那些议案又是由CECC这个委员会所提出的话 那份量是重很多的,因为如果那些议员知道这些议案是由CECC提出 他们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议案通常都是一定有料到 就不会是一些其他的议员是为了抢风头 而无端端出一个一两页子的议案 就是如果是他们CECC出的议案,大家就会关注很多 就会觉得这些应该是要通过的议案 好了,那今天由于疫情等等的关系 那其实今天四个讲者只有一个是有在现场出现 其余三个都是在视像会议出现的 另外就是开始的时候是有三位议员发言 那第一位发言的就是这个主席就是俄勒庄州的参议员Jeff Merkley 那他就给了一个overview 他说一下究竟香港现在的情况 那你刚才所说的公民团体有多少人被解散 有多少人受国安法检控等等 他的资料他都完全是齐全,他都全部都说出来 那他也都说就是说今天其实CECC也都出了一个新的报告 那这个新的报告我也是刚刚才才在电邮上收到 那我都没有时间看,我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但是他的代表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香港的检控官是在这个政治检控 在香港的政治检控上面扮演什么角色 那我完全没开的,究竟这个报告有多长 内容有些什么,我真的完全答不到你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那其实这个报告也都可以在网上看得到的 那另外就是跟着他说了,他说了这个 那然后就是由到应该是麻省的中议员 就是Jim McGovern 那他就跟着是他的讲词了 那他就说了他参与了这个委员会大概三年半 那这三年半里面呢,他也都见到很多香港的人 那他也都记得就是2019年的时候 黄之锋啊,何韻思等等 是做了第一次反送中之后的听证 那他都很唏嘘就是说这些人现在 现在在香港也是被囚禁啊,也是被检控啊 那他都可能见不回这些朋友了 那他也都说了,自从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其实有很多打压意见的情况 那很多本身香港是有的权利 其实是跟一个西方社会相似的公民权利 那到现在在香港的情况呢,似乎都是慢慢消失了 那跟着第三位发言的呢,就是一位很关注香港的 众议员的Christmas 那Christmas呢,其实大家都是耳熟狼牆 其实所有跟中国、香港有关的事情 其实他都是有份 就是有他的笔席在那里的 那他就特别提到就是 天主教这一样的 他说到就是 其实也有提到法轮功 但是他特意提天主教 因为我估他本身自己是天主教徒 那他就说其实天主教徒在香港 在香港占的比数不是很高,大概有5% 但是呢,有很多比较显客的政治人物 例如他点名就是李柱銘、陈方安生、何俊仁、黎智英等等 都是天主教徒 而他们对于香港的贡献是不少的 那他就说 就是这些人 我想他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关系 那他就其实在这个听证里面 他也有提过几次 就是香港的宗教自由似乎慢慢都是被消失了 那他特别提到就是 齊日军被检控 那他也有提到就是 但是其实2019年通过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也都是他有份起筆的 那他就觉得 也都是给了这个这样的所谓 overview 那之后他就觉得也是有些稀缺 那这个就是发言之后就由四位港者发言 那四位港者呢 那四位港者呢 就是其实都是没试过在这个国会听证里出现过 那是一些对于议员来说是心弦恐 但是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第一个发言的呢 就是一个知心记者潘家伟 Patrick Poon 那他现在呢 就在日本的明治大学是正在做一个研究员的 那第二位发言的呢 就是现在在伦敦的前容乐会总干事王惠勋 那第三位呢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了 我想Lucy你也跟他聊过很多次 这个就是知心记者和评论员程翔 那他呢 就是在南加州住的 那第四位呢 大家都应该听过 他呢就是一位美国律师 那在离开香港 现在搬回去美国之前呢 他呢是在美林政券做律师的 这个叫Samuel Pickett 那他之前呢 也都是被 在反送中期间 由于他想停止一个打斗 那他以为呢 就是有一些示威者呢 去打另一个小孩 那但是怎么知道呢 原来打小孩的那个呢 竟然是一个警察臥底来的 那于是后来呢 他就被警察抓了 那检控他又入育了几个月 那然后呢又回到美国 那他是唯一一个呢 在现场 在华盛顿做听证的讲者 那今天呢 就是主要是这四个讲者了 那Lucy你暂时有什么问题呢 那些那些见证人呢 他们说了香港的 什么情况被美国的国会 就是国会议员听呢 哦 是 那那四位讲者呢 所说的东西呢 就有少少不同的 那每一个呢 就是针对着他们所熟悉的环境 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呢 而作出一个听证 那首先第一个发言的呢 就是潘家卫 那潘家卫呢 他就说他自从2000年那样开始呢 就开始在一些非华类组织做事啊 那他也都有协助这个记者啊 和律师啊 就是有一些在中国的呢 那他就说 在香港呢 其实一向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是反送中之前呢 是相对自由的 他们可以有自由结社 那也都是如果他们说的是针对中共的不是 那在香港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呢 是反送中之后 和国安法成立了之后呢 这些所有的自由都是完全没有了 那在香港的非华力团体呢 以前他们可以举办一些会议 是说关于中国的人权情况 或者是说香港的情况 那但是现在呢 所有那些非华力团体呢 都禁了声 他们都不敢再举办任何的会议 就担心会触动到红线 就算是闭门 就是不是公开的会议 他们都是不敢做 因为是怕触犯到国安法的 那他也都讲到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是讲这些情况啦 那然后呢 他给了一个提议呢 就是他希望美国政府呢 可以继续增加制裁香港的官员 那这个呢 就是潘家伟的大致上的发言的内容 那然后第二个发言呢 就是容乐会前总共事王伟勋 那他现在就是在伦敦 那他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这个容乐会一向呢 都是关注香港少数族裔的权益的 那而且呢 基本上是唯一一个 关注少数族裔权益的团体 那他其实讲的时候呢 他都挺感动挺感触的 那有多似的 那他就说 刚才班家伟所讲的东西 那也都提了很多人 那他其实是感触的原因是因为 有很多现在被检控或者在囚人士 其实都是他的朋友 那他觉得就是他离开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现在是困在香港 那也都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那所以他就非常之感触 那那他就 就是也都是 将反送中之前和反送中之后 就是国安法之前 国安法之后 就作一个比较 那他就觉得呢 其实以前呢 香港政府其实都不是很理的 就是反应都很多的了 那但是呢 始终呢就是 由于香港政府呢 是有这个集会自由 和有这个三分自由 那 那虽然呢就是 在人权方面呢 香港政府给香港人的人权 和他应该是需要给香港人的人权 因为签了人权公约等等的东西 那虽然是有出入 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一样东西呢 也都是变得非常之困难 他更加有一样特别提到呢 就是很多社工呢 如果他们以前曾经参与过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呢 他们呢 有可能呢 是被褫夺这个社工的牌照 那所以呢 他就觉得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对于 香港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踐踏呢 这件事是完全被禁声 他们是不可以在香港投诉 他们也很难保护到任何人的权益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就是 他主要的内容 那另外有一件事他特别提到呢 虽然他在海外 那而以前呢 香港的非牟尼团体 尤其是他所做的融络会 其实是一向有参与 这个联合国的一些听证的 那他每一年呢 联合国有个人权委员会呢 是他们会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团体 一起去讨论各国的情况 那他虽然在海外 他其实仍然是可以去参与 但是他都没有再参与了 他没有了参与的原因呢 因为他担心他可能在香港的家人的安全 那另外一件事呢 他就是担心如果他做听证的时候呢 他可能也都会伤害到香港融络会的运作 那所以呢 他就不可以再参与 那这件事呢 我想重点就是想提 就算是离开了香港 那其实这个自由都仍然不在的 那他也有给一些提议 那第一样的提议呢就是他希望所有议员 继续关注香港的情况 那另外一样呢就是希望美国呢 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呢是联手合作去和中共施压 那这个国家呢他认为呢是不应该将短期的商业利益呢 是放在这个人权之上去做考虑 是大家呢应该要更加是关注人权的状况的 那Lucy 请问你到哪个位置有没有问题呢 程翔先生他会关注些什么呢 是 是好的 程翔呢就是第三位发言的讲者 那程翔呢就主要是集中在新闻自由方面 那当然啦他自己也是新闻工作者 那所以对于新闻工作这件事呢 他是特别关注的 那他讲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首先呢他大家有些事情 他在其他的场合也都讲过了 那他主要讲统战部 那其实他就讲说 其实统战部在2000年代呢 其实已经是发觉就是香港 有几个不同的学业的团体呢 是需要关注 例如教师啊 例如社工啊等等 那记者是其中一个 那他就说 他就有讲说 就是统战部在香港有些什么事情是 会做 例如他们会去 去渗透啊 或者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哄一些 一些人去 改变他们的做法啊 又或者是和那些团体施压啊等等的东西 那其实一直都有做开 那他就说呢 其实去到2014年的时候 香港其实差不多只得回 一份报纸是 是所谓反对声音 那就是苹果日报 大家都认识的 那就除了苹果日报 就是一周刊 那其实都是同一个集团 那另外呢 他就说有 有几个网媒 那当然 就是看中国可以说 是其中一个网媒 那他另外一样 就是特别提出 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国际记者协会的 新闻班长呢 就不能进行 那虽然呢 就是所有评审已经做了 而那个 声出的名单 也是已经出了 那但是呢 就是去到 林美的时候呢 决定取消 那另外一样东西 他提到呢 就是今年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呢 香港的报纸呢 就主要 不会用入侵来说 而只会说 是俄罗斯 在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 那这个呢 其实这些这样的 微小的事情 那程翔就看得非常之仔 他这样提出 也是可以令到 那些议员是明白 这个 香港的新闻自由 是怎么样 慢慢慢慢 是一步一步的被蠶色 他呢 也有给了两个的提议 那第一个呢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的 就是呢 在这个 美国竞争法 America Compete Act 这个现在是 在两院的会议当中 是在做一个 仔细的调教 那里面呢 就有一个 一部分 是叫做 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香港人民的 自由 而选择 那这个呢 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法案来的 那他就 整个法案呢 就搬自过子 就走进去这个 美国竞争法里面 那但是 在这个表 就是 在众议院 那个版本 是有 但是在参业版本 就没有 那我们其实 现在大家都在做 就是希望呢 在最终的版本 就是希望呢 两院 大家合作 走出来的版本呢 是将这个条文保留的 希望他会通过得到 那他这样的 程翔呢 就在他的 听证 那个 那个 提议的部分呢 就是说 希望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 他觉得呢 国会呢 应该呢 是立法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看看 究竟 中国政府 在美国 是在做什么 事情 有没有在做 一些 不见得光的事情 那么呢 他就觉得呢 在美国的国会呢 无论任何一个党派呢 都是似乎呢 都有一些 一个是 为了生意 而 对中国呢 是 有留有一手 这样的态度 那他觉得呢 就是大家都 是不应该做这一件事 要留意多些 中共在美国 那个情况的 嗯 那美国的国会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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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我我我我拆了 好 好 随便 那对于香港的几个田振人的 就是 就是共词 那那个美国的国会 他们是 就是他们有什么的跟进呢 都没有没有说 有些回应一下他们 例如法案方面 或者是对他们的提出的意见 他接纳的程度 会是怎样的 发展 你觉得会怎样的 是 那各位港者说完之后呢 其实是会由那些议员再轮流问问题的 那其实呢 在未问问题之前呢 还有第四位港者发言 这个就是美国律师Samuel Pickett 那他主要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是个C 那所以他主要 主打呢 就是说法治 那他就觉得呢 现在国安法的审判呢 理论上香港的做法呢 审判的法官呢 应该是 应该是 是没有一个机制 就是是乱禁离的 就是他是 是适当的一个法官 那但是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就是国安法呢 是会有指定法官 那其实是有指定法官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公正审判 这一件事呢 已经不再存在 那还有呢 他就觉得呢 在 在香港的 普通法的情况之下呢 审判应该是首先是无罪审判的 就是由是assume 就是原本是 是预计就是那个被告人呢 应该是无罪的 那然后呢 举证的呢 应该是由控方去做的 那但是呢 我们也都发觉呢 在这个国安法之下呢 那些审判呢 由这个 无罪假设呢 是慢慢变成呢 是要由个被告人呢 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无罪 那这一件事也是很无契的 那他也都说呢 就是在很多审判的时候呢 那个法官身边呢 竟然有一位警察呢 在那里默默私语 就会说 就是叫那个法官去怎么做 那这一件事呢 是应该是普通法 也是不容许 那他现在担心呢 就是最近呢 开始呢 一些私人律师呢 开始是被查 尤其是有一些支持 或者协助 一些被捕者的律师呢 似乎他们呢 开始被查 那这一件事呢 他是作出一个很大的警告 他也有说自己的故事 他怎么样是被被捕 然后在警察问话的时候呢 他是被锁在一个摄氏一道的房间 那然后称了出来 问了几句呢 又订回他去摄氏一道的房间 那似乎呢 这一件事呢 是有些违反人权的情况的 那他的提议呢 就是有三样 他就觉得呢 美国政府 或者全世界政府呢 对香港官员的制裁 就做得不够 他觉得呢 不应该是 只是制裁 这个高级 最高级的官员 而是他认为呢 应该是制裁一些中级的官员 那他为什么要制裁中级的官员呢 中级的官员 又是负责 是采取行动 那和这些中级的官员呢 如果我们是实施制裁的话呢 他未必是会说 哎呀我现在是拍不了 但是他们可能会在做 就是进行逮捕 或者等等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弃势了 因为如果他们不做就不错了 那他可能会弃势了 或者呢 会有些 会做多些就是 对上司说不的的情况 那希望这一样东西呢 就会是 在香港对公民社会的打压 会是减少 那这个是第一样 第二样呢 就是他觉得呢 是美国政府 应该提供一些 特别的移民途径 给香港人可以去美国 那他觉得呢 美国政府呢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呢 其实是做得少的 尤其是英国 如果加拿大和澳洲来说呢 那美国政府确实是做得比较少 那他觉得呢 通过这个美国竞争法 有这个香港那个条文在那里呢 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那第三样呢 就是 他希望呢 美国政府要留意呢 就是美国自己的企业 尤其是一些投资 一些投资基金啊等等呢 其实呢 是有在中国那里投资生意 但是他们投资的时候呢 那如果你说 一个普通的厂 那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有一些的基金呢 是投资一些企业 那些企业呢 是直接 是有参与中国 违反人权的 例如他们有 可能会是 制造一些 面部脸色 面部识别的 的 的软件 那些软件呢 是用来打压人权的 或者是一些 有一些是 是专门去 去 偷人家的 Email啊 或者等等的东西 那些 那些 公司呢 很多时候投资了呢 他们不会出声 但是呢 其实呢 嗯 这些文件都是公开的 因为他们投资了些什么公司呢 其实是要上报 那他上报政府的时候呢 是在报告里走出来 但是呢 很多人没有留意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他觉得呢 就是 应该要留意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美国政府呢 就有另外一个条例 叫做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那就是说明 就是美国公司呢 是不可以用贵路的手法 去 达致他们可以在外国 投资某一些公司的 那他就觉得呢 应该是 要利用这个 法律的南本呢 去制造另外一个法律 就是呢 禁止美国公司呢 是投资在一些 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那里 那这个呢 就是他第三个提议 那他也有说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business community 就是基本上就是 所有做商业的 美国的 的 机构啊 公司等等 其实都 似乎 对这一件事 香港现在的 这个 人权的踐踏呢 就似乎是有些 不以为然 那但是呢 他觉得呢 就是 这些公司应该要开始留意 因为香港以前 为什么 对于外国投资来说 是一个吸引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有法治 所有的系统 也是比较像 欧美的 的 法律体制 那所以呢 就 对于商业来说呢 他们做生意在香港呢 其实是 就是一个 挺容易的 但是呢 现在通过了国安法之后呢 其实陷阱处处 那这个情况呢 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像中国 那所以呢 他希望就是 所谓商业机构要三思 就是在香港做生意 究竟是不是好像以前一样的安全呢 那这个就是他 主要说的东西了 那 之后就是 就是问问题 那首先就是由主席 Merkley去问问题 那他就问 就是跟香港 就是现在那个情况 大陆跟香港有什么分别 那其实 他们问问题 其实他们大概都知道答案了 他只不过希望就是 港者呢 再重复一次 因为他们说 跟听证者说 是两回事 听证者真是亲密其警 他们知道 知道究竟香港发生什么事 那他就说就是 就是 问这个有什么情况 那基本上 Sammy Bickard就是 说回他刚才所说的 就是普遍香港人 这个我也都不清楚了 或者大部分香港人 或者会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有看法 他就说香港人呢 主要觉得呢 就是 美国政府似乎 不是很欢迎香港人 那我想过去这一两年 其实这三年都是这样的 就是特朗普成功 特朗普时代 和拜登时代 很多人在申请政治庇护 很多人想去美国 但是 处理政治庇护这一件事 是一个很漫长的程序 那 在特朗普时代 虽然他说 开放给香港人做政治庇护 但是 在美国移民部 真的做政治庇护的官员 其实是少之有少的 因为所有的人 他全部都搬去做另外一件事 全部去墨西哥边境去处理那些人 而且呢 比进入的人 是少之有少 所以虽然他说有位给香港人 但是真正处理的官员 因为不存在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是可以进入 然后到拜登时代的时候 虽然他恢复了 开放了 增加人手 但是那些人手 然后呢 来到处理这些政治庇护的案子的时候 他又要重新 要再训练过 因为这些人 他以前可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呢 就由于特朗普时代 没有什么人去做 所以那个案子现在积聚了大量 于是那条队呢 又是长到云的 那也有很多人呢 其实真的等了很久 都没有政治庇护 那他说完之后 其实 Jeff Merkley就说 就立刻动起耳朵 那他之后又再问呈祥这个问题 那之后就是McGovern发问 那McGovern就 就是 他想 他其实就是问关于Sanktion的东西 那 Samuel Pickett又是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说 是 我们 这个 这个制裁林郑月娥呢 其实是有用的 都有少少用 那就是说 林郑月娥不可以再到处去啦 他基本上就是锁在香港和中国 但是主要问题呢就是 最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似乎都是 国会议员和白宫 觉得呢 这样制裁呢 就可以做到些事情 那也是对公众有个交代 但是对于当地那个人权踐踏方面呢 其实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 那我们都 就是 大家都亲厉这一件事 就是 其实制裁林郑月娥 或者制裁所有高级官员呢 其实制裁了之后 现在李家超也是被制裁 但是在香港的情况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那他就觉得呢 我们真的要对于中级的公务员 是实施这个制裁 公务员和纪律部队都是同一样东西 就是要开始考虑这个中级公务员和纪律部队的人员去做制裁 那这个就是他的提议 那 其实呢 在这一方面呢 四位港者都有回应 而四位港者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呢 制裁高级官员 其实已经做了 我们看到没有考 要开始考虑 是不是制裁这个中级官员 这个是国会议员的公式 对中级的公务员和纪律部队呢 就实施制裁 是不是这样 这样 这个是四位港者的共同议员 而那些议员呢 是没有直接回应的 他们听了 那这个就是听证这一部分 那他们就 没有直接回应 因为这一件事呢 其实要进行这个制裁呢 其实不是说议员可以直接做得到 而如果白宫做呢 其实也要首先经过国务院去处理 那国务院呢 他们也有另一个体系 因为国务院那些人呢 其实就是第一就是跨党派 可能是无党派 而在国务院做的人呢 其实很多是做了几十年的资深的外交人员 那他们呢 对于制裁啊 对于这一些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 看法也都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 他们听了 他们可能会把那个意见呢 带去白宫 而白宫呢 也会把那个意见呢 交给这个国务院 可能了 那然后国务院呢 最后呢 就会出一个分析 究竟认为这一件事是可不可以做 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呢 就是牵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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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级官员呢 也都一样被制裁呢 那如果美国的中级官员被制裁的时候 那对于这个美国的生活又会有什么大影响呢 那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分析 那对于国务院来说 他们可能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虑 那所以呢 在制裁之前 他们是要做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然后才可以决定究竟可不可以去马 你想想 其实 今次俄罗斯高达乌克兰 他本来也是打算制裁 普京的女朋友的 那结果最后就没有制裁到他的女朋友 那当中的考虑 究竟有多少事情要考虑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一件事就是最终的结果 那所以这件事虽然是大家的 大家各位四位港者的共同议员 但是究竟会不会发生 如果发生就发生 如果不发生 那大家也都不需要太过气馁 因为有很多事情是 如果你不是真的在政府里面做 有很多事情未必会看得到 那这次的田政委之后 你刚刚说的就是 田政 就是阵人就有共识 那各位议员那边 可能会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程序 那现在对于 有利香港的政策 那现在是美国那边的国委 它的发展会是如何 因为现在这个国委就来 就来选举的 是吧? 它的事情好像都很短时间的 是不是就来告一段路 所以下次选举之后 大家再开启一个新的里程 是的 十一月就会有这个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了 那现在其实交着的 其实只是这个法案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美国竞争法 美国竞争法 这个法案就是在众议院 过了一个版本 参议院又过了一个版本 他们通过的版本是不一样 但是两个版本都是两千多页的 那非常之长 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情 基本上所有大家不同议员 想和对中国有关的政策 全部都扔进去 那由于一个法案是这么长的 那其实是有一个很大很大型的委员会 就是有几十人的委员会 那还要分做很多个不同的小组 那然后呢 他们是会就着各方面不同的范畴 去进行欺商 那为什么要欺商呢? 其实就是两党 其实对于如何对付中共 其实是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那尤其在商业上面 是有一些很不同的理解 那所以呢 是要通过很长的时间 去找到一个共识 那由于这个法案这么长 那他们究竟可不可以在中期选举 之前说了点数 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们真是当然是希望 是两院可以通过一些东西 通过到什么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希望呢 他尽量呢 可以在选举之前可以通过一些东西 那我们其实 各地的组织呢 一直都有跟一些议员沟通 也都有进行游说 也都有问那个进展 那希望呢 就是跟那些议员施压 那其实 在这里呢 其实有很多个委员 就是这个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呢 有很多呢 其实都是在各州 我们有地区组织的地方呢 是做议员的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各自做事的了 一路 那我们这段的 这个话题的内容 那林先生 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东西要补充分享的 嗯 我想 我想 大家都是 用回平常心去面对 因为呢 国会 交着呢 其实越是接近 选举呢 越是会白烈化 因为大家呢 都是希望 争取 他们 那个 健保率 以及 希望呢 他们是可以拿彩的 那 那 无论民主党 共和党都好 那 如果他们是 过不了呢 其实可能 因为他们有个打算 就是希望 他们可以 在下一届选举的时候 得到多数党 那 如果他们得到多数党的时候 而也都可以 过到 这个 所谓的 就是 不会被另外一个党 阻止地球转 那这个呢 其实是参议院最大的问题 因为参议院是50 50 现在是 虽然你说 民主党是会多一票 因为如果要投票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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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加一票的 那但是呢 始终呢 就是如果你要顺利通过 是要60票 那60票呢 通常都 就是现在在这个 这样的 白烈化的情况之下呢 是有些困难的 那 所以希望呢 就是我们希望 那些议员就可以摒弃 这个党争 而通过一些法案 但是通过不到呢 是这个 这个情况呢 就是 所有东西呢 在2023年的时候呢 要推倒 从来 因为会是一个新一届的国会 那 那些议员呢 都可能会执个位 那 可能要重新来过 我们只可以希望就是 那些议员可以摒除这个成见 是可以通过一些事情 那这件事情 大家生活以待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我们也会继续去找议员聊天啊 等等的事情 至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那我们真是唯有盡力了 就是香港的朋友 有时候在想 其实大家是心急 心急 心急 不是 心急是正常的 是的 那所以在想 他已经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 会不会你刚刚说的 或者两党都想争取多些选票 就是这样 他在香港的法案上面 有一个契机 在选举之前 有些法案可以通过呢? 我想主要就是 看看他们觉得中国议题 是不是可以一个 是一个可以争取选票的源头 那 这件事情就要 其实每天都不同的 政治真的每天都严多 那我们去到10月的时候 如果中共的议题 突然是沸沸騰騰騰的话 那他们就会快到走 亂话通过了 然后两个党都会说 看看多成功 我们成功争取了 这样 其实跟香港一模一样 成功争取 那所以要 其实现在时间上早 因为有很多个州 其实他们的初选都未完 而选举工程呢 其实都是大概是9月才开始的 那现在呢 其实有些议员也是在休息 就是他们是有些东西要通过 但是也会有些时间 回到他们自己的区 会见一下一些选民等等的东西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他们要通过的话 其实很快就可以搞定 那如果现在是交着的话 那他们就是说 大家都在数筹码了